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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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大家好 歡迎來到數位信號處理器 我是收割教師林顯義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 第十單元 TI IQ Math 的應用 然後今天我們所要講的 學習目標與大綱 我們首先 會介紹浮點數的 科學記號表示法 接下來 我們會介紹 IEEE 754 浮點數的表示法 接下來我們會介紹 傳統的Q格式 接下來我們會介紹 TI IQ Math 與它的韓式庫 然後我們最後會提到 如何用TI IQ Math 在CCS上的使用 好 那我們 會參考一些相關的文件 那本課程本單元主要 參考TI C2000 Microcontroller Workshop 一些資料 然後這一個部分我們先介紹 符點數的科學記號 表示法 然後我們來看 科學記號表示法 例如 123.78 我們可以寫成 1.2378 乘上10的平方 又若是 0.001234 也可以寫成 1.234 乘上10的-3 那-123.78 可以寫成 -1.2378 乘上10的平方 好 所以我們格式可以寫成 符點數的格式可以寫成 一個正負的符號 Sign bit 乘上一個Mantisa 乘上10的Exponent 好 這個符點數可以用這種科學記號來表示 然後例如 123.78 我們可以寫成這樣 然後這邊這時候 我們的Sign 就是它正負號 是1 那Mantisa是什麼 1.2378 然後Exponent 就是這個平方2 所以這邊Sign是0 又是正的 如果是負的話 這就變成1 那Mantisa 我們基本上是 規定它是介於 1到小於10之間 那如果用2進位置表示的話 我們就可以改寫成說 原本是10為基底 那我們現在寫成2為基底 同樣是有Sign 然後乘上Mantisa 然後乘上2的Exponent 然後這邊一樣 Sign可以是0 或是1 那0是正的 1是負的 然後這時候如果是2進位表示法的時候 它Mantisa 叫介於 以2為基底 1到10 那10在2進位表示法就是 就是2的意思嘛 所以我這邊以10為基底 代表 這個Mantisa 以10進位置來看 它就介於1跟2之間 好 那Exponent就是 要整數 好 它表示規則呢 我們來看 這個符點數的科學記號表示法 規則如果第一個位元 我們就是來表示它的正負號 就是Signbit 第二個位元來表示 Exponent的正負號 因為我們剛才講 Exponent也是可能有 這個整數也可能有正負的嘛 所以第二個bit可以來表示 這個Exponent的正負 那接下來幾個位元就是Mantisa 再來最後幾個就是我們剛才講的Exponent 舉個例子 10.75 如何用10個位元來表示 當然我們知道這10個位元是 1個Signbit 加上1個bit Exponent 然後5個bit Mantisa 加上3個bit Exponent 來表示 所以 10.75 然後 這是10進位置嘛 那如果換成2進位置 就是 1010.11 因為75嘛 2進位置是0.5加0.25 所以就0.75 10是什麼 8加2 就是10嘛 所以把這個2進位置 把它改寫成科學技巧表示法 就變成這樣 2的三次方 好 那3就怎麼樣 就是11嘛 所以我們把它寫成 一個正列來看的話 前面是Signbit 因為這個數字是正的 接下來是Exponent Exponent因為是3嘛 所以是正的 接下來Mantisa 是這個數字嘛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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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3就是這個 1 1嘛 因爲它的Exponent是3 就是0.11 好 所以可以用10個bit 來表示 各位同學 在這個part裡面 我們首先介紹 我們如何用科學氣號的表示法 來表示福點數 那这当然很重要 因为我们之后主要是要学说 IQ Math怎么样表示 这些我们所常用到的一些定点数或浮点数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了解科学记号的表示法 我们之后才有办法往下面的课程